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其实我很感动 因为院长好像上个月来 我们一起喝茶谈到这个橱窗的话题 他还很担心 他的学生可不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做到这个橱窗 我就对他很有信心 因为他在这一行的经验很好 从以前到现在也是艺术的行业 我是对他很有信心 然后上个星期呢 我们就去到他的学院 就去看学生他们去准备这个橱窗的这个门口 他们每一个程序和细节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很放心咯 你可以给他们打几分呢 我会打八分 因为平常我的员工做的门口呢 我都没有给他们这么高分 我给他们七分 或者是七分半 八分来讲 因为我看到的是你们做到的每一个细节 他们的 你们等一下你们可以看看那个门口 那个公仔啊 他们每一个的衣服啊 的颜色啊 整个概念到做得很好 我觉得啦 很吸引了你们这个这个橱窗 为我们同上 June Notebook所设计的这个橱窗 我想我很满意其实 这样一定要来这里 亲身目睹他们的这个作品 他们用手画的 每一个都是有故事性的 包括圣诞老人的那件衣呢 就是来June Notebook这边拍照 因为这边是可以是打卡 还有呢 因为毕竟 刚才我说的小朋友嘛 他们就是在他们脑中 你叫我坐我就坐着一拍给你 当然因为他们的年纪 因为我从有六岁到八岁 当年纪的小朋友 所以六岁呢 你不能期望他可以做到 好像一些年纪做到的 刚才Perylian很多人经过呢 他们也很敬叹这个门口 如果他们知道背后的故事 是小孩子 你领一帮小孩子去完成的 我是觉得他们会更加惊讶 因为整体的东西是要用手工 对 要用一些夹脚 我就是buy Wendy 这个idea 我就要他们 树我不要圣诞树 我要做出来的一棵树 我会问 Jillian 好像当这一个project 你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非常感谢他们就是很多的做 平常我都是有与办很多大的秀 然后明年我们有 我们的那个 International Junior Fashion Week 我也希望你可以帮我 一拍的秀是由你去lead的话 我也是觉得很高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